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见所闻 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在他所著的《托亚论》中 他指出 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西亚之东部 然其国民精神却以脱离亚西亚之故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我国不可狐疑 与其坐等邻邦之近 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 不如脱离其航武 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福泽预计的《托亚入欧》思想广泛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日本人 不得不说 托亚入欧的国策确实让日本迅速地摆脱了盟位 发展了经济 让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能够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 并且跻身帝国主义六强之一 在本土之外建立过殖民地的国家 福泽预计鞠躬至尾 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 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 日本开启了富国强兵 职产新业 文明开化之路 通过明治维新 改革了国内落后的封建制度 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 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 国力迅速崛起 逐渐废除了与欧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都是令人佩服的 然而 俗话说得好 小人得志便猖狂 日本在国力增强之后 马上就开始对周边的国家动手了 1871年 日本就强行宣布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并入日本 并于1875年出兵占领了琉球 1874年 日本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渔民为借口 发动亲派战争 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 率领3600余日军开始向台湾进反 日军登陆后 烧杀掳掠 对台湾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由于日本侵日军准备不足 大范围感染瘟疫 日本政府就顺势同情 政府签订了日清两国间互换条款及互换平章 在勒索了清政府50万两白银赔款之后 兴兴然退兵而去 1875年 日本派云阳号等三艘军舰进入朝鲜釜山港 后在朝鲜东部沿海进行武装侦察和作战演习 同年9月 云阳号闯入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汉江口 进行武装挑衅 炮轰江华岛 并在该岛登部大肆烧杀劫掠一番之后退去 1876年 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 想不到吧 朝鲜的国门不是被欧美列强打开的 而是被恶林日本人打开的 在江华条约中 日本取得了自由贸易权 日元流通权 免征关税权 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 凭借条约赋予日本的这些特权 日本胁迫朝鲜开放了釜山 仁川 圆山等港口 从朝鲜掠夺农产品 向朝鲜倾销商品 在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 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朝鲜的政治渗透 瓦解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宗泛关系 为全面占领朝鲜做准备 1894年7月25日 日本海军在封岛海面布鲜尔战 突袭中国运兵船 7月29日 日本陆军开始向驻防朝鲜的清军进攻 8月1日 日本才向中国正式宣战 9月中旬 中国军队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战败 日军侵占朝鲜全境 10月下旬 日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 攻占九连城和丹东 同时 日军渡海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 11月 日军先后攻陷大连 吕顺 并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吕顺大屠杀 1895年2月 日军占领威海卫 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由于大清内部意见混乱 没有坚持战争的勇气 甲午战争以清军认输而告终 1895年4月 日本与大清签订马关条约 从中国割让辽东半岛 台湾和澎湖列岛 索取赔款两亿两白银 并在中国获得一系列特权 1904年 为争夺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权益 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 展开了大规模战争 日军所到之处 建立伪政府 发行纸币 乱捕滥杀无辜群众 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造成了巨大损失 1905年9月 日俄两国签订 普斯茅斯合约 规定俄国把掘取自中国的 吕顺 大连的租借权 以及长春至吕顺金的铁路 及其支援的权力转让给日本 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 从此以后 日本加紧向中国东北实行殖民扩张 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 1927至1928年间 日本三次派兵入侵山东省 日军攻入济南 并在济南奸淫掳掠 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 制造了著名的济南残案 1931年9月18日 日军在沈阳北交柳条沟 炸毁南满铁路 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 随即对中国军队展开攻击 由于张学良命令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 导致东北迅速沦陷 到1933年 三月日军攻占了整个东北地区 五月日军攻占秦皇岛 唐山 尊化 秘云 通州等地 冰封直直北平 天津 日本自身资源匮乏 想要持续发动战争 就需要进口大量的战略物资 而其中最大宗的物资进口 就是来源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 在1932至1940年间 美国不仅给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 还给予了大额贷款 在这八年中 美国出口给日本的石油 占日本进口总量的45% 非钢铁占日本进口总量的70% 同占日本进口总量的90%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对日本的物资出口 也大幅度飙升 1937年 日本进口的战略物资中 有54.4%来自美国 包括有92.9%的桶 91.2%的汽车及零件 60.5%的油料 59.7%的废钢铁 48.5%的各种机械和发动机 41.6%的铸铁 如此巨量的战略物资 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中国政府曾经多次要求美国绝对禁运军用材料与器具于日本 有以钢铁 没有为罪 但都遭到美方拒绝 1937年9月16日 宋美龄公开发表令人失望之美国态度 一文指责美国政府蓄意阻止中国获得自卫武器 却把汽油 轻重武器 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 支持侵略者 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 1938年 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1745.4万美元 为1937年的702.7% 日本从美国获得各种战略物资占其总进口量的比重 从1937年的54.4% 至1938年的56% 1939年 美国出口到日本军用物资高达1.869亿美元 余占该年 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6% 其中 当年美国对日费钢铁出口量 比1938年多出9倍 1940年 美国出口到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元 余占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4% 资本主义嘛 没有道义 只有生意 除了大量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之外 美国还在1938年 给予了日本1.25亿美元的贷款 但是让美国人万万万万万没想到的是 狼崽子竟然敢咬我